Hello 我自己一個人的 如是我問 為什麼我沒見到自己的照片 啊 見到了 OK 不好意思 要大家等 OK 我們回來了 如果剛才有看過我自己Facebook的人 其實大概會猜到為什麼 就是我自己走了去吃一頓飯 很開心 很放鬆 然後一個人喝了大半瓶梅酒 好 醉紛紛的做節目 是第一次 可能會大量說錯話 或者是發瘋 或者效果很好 所以不知道 我們試一次好不好 OK 今天的話題是會講什麼呢 就是會講 命運 還有 次官昨天也有提到 就說應該講這個太歲 喂 洗小一點 洗小一點 OK 好了 昨天說了一點點命運 但其實命運這種話題是 我覺得我一個人自吹自擂 會比跟別人討論好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話題是 很難去掌握那個Pace 首先 我進入這個話題之前 因為這個話題其實很簡單 你 either believe in it 或者你不 believe in it 即是你信有命運 或者你不信有命運 在信或者不信這個討論之前 我覺得最簡單的就是 你要知道有沒有也好 你要 avoid 做的就是一些很愚蠢的 mistake 因為 如果你要告訴我 不知者不罪 我不知道原來 衝出馬路是會被車撞的 OK 你一樣會被車撞 因為 we always get punished for our mistakes 愚蠢是一定會得到最快的報復 那你說不是 有些人呢 我年中也見不少 很多蠢的女人 但是蠢的人是很幸福的 我們就覺得 喂大哥 你真的沒有common sense 那個地步是 譬如他跟你說 哎呀我呢 今天約了你 但我來不了 因為公人姐姐放假 那些 那你會覺得奇怪 今天才知道公人姐姐放假 你不早點說 但是呢 奇怪得來 你覺得 怎麼這麼蠢 但是 啊 蠢 其實他蠢不完 我們看到他蠢的是 他沒有common sense 和他不懂做事 和完全是 生活智障那一部分 例如不懂得叫廁紙 然後不知道 原來咬了是可以走的 那個八達通其實是怎樣用的 但是你不要管 你看到他蠢的部分 但是他不蠢的部分 是令到他很成功的 例如 就是我們的高官 他不蠢就是 原來他 從來都考第一 原來他是 只需要有 某方面的支持 他就已經可以 待穩這個 七八八票 那正如我說那個蠢女人 其實他不蠢就是 他找了一個 很疼他的老公 覺得 那麼蠢就是我要的老婆 那所以呢 其實 我們看到的蠢 不是真的 令到他的生活很 苦惰的部分 因為他生活很苦惰的部分 為什麼不苦惰的部分 是因為 那部分他病不蠢 所以你想清楚 你的命運 在於你自己掌不掌握到 你會不會很痛苦很迷惘的 就是很苦惰的部分 是不是 Dictate 你生活的主軸 譬如說 你的生活的主軸 就是我剛才說的 阿太 那他不是其他方 每一方面 我不會說面臉 這是個肥話 每一方面 他都可以是很蠢 但是呢 他選適合一個老公 搞定 那如果 我們說 某位候選人 其他方面 他可以很蠢也可以 是不是 但他只要一方面 就是他 他選適合得到 那方面的支持 就可以了 那可能另一位候選人 他覺得 什麼好慘 這樣 含淚 那其實 可能他論能力 他並不給 那位不懂得嘟嘟嘟嘟嘟 那位差 但是他就是蠢在 他以為自己的六萬多票 是會換得他 得到這個特首的寶座 所以其實 講到尾就是 你要知道 你自己的生活的主軸 那一部分 就是你的生活主要 我的貓其實很煩 在我一個人做節目的時候 原來他們會不停地過鏡 不停地找事情去搞 喂 你想怎樣 小孩 你現在是過來了 OK 好了 那 就 講回命運 我想看看聽眾 有多少人是 信有命運 還有多少人是 不信有命運的 那大家可以 現場留言 信的為何信 還有不信的為何不信 投一點點留言給我看 讓我知道你們怎樣想 好嗎 介紹大家 現在在鏡頭前面 看到他嗎 啡色 看到一點點 對嗎 啡色的那隻就是 Curley 通常比較少上鏡 那 這裡就是我的小孩 黏在一邊 最小的那隻 對 我的貓很有趣 沒錯 Cat Yellow Cat 就說信的 那 就等待其他聽眾 Alice Line 都說信 OK 那有沒有人不信的 留言 告訴我 你信不信 好嗎 Jane Cam 都說信 OK 好了 那 對於 一般的人 香港 你看到運程書 買得這麼好 那我想 坊間 大部分的人 都是信 有一樣東西的 但是有沒有人想 其實這件事 它的 basis 是什麼 除了說 那些算命 沒有的 你的八字 生上 你出生 那一分鐘 是幾點鐘 就是這樣 但是你看到 我們昨晚在禁室不禁話 這個節目裡面 都有說過 其實不會可能 70或75億人 都是那12個生潮 都是那12個靈魂 甚至你再分小一點 加上年月日時 加上十個天桿 就是你組成一個八字的時候 就會大家都在那一個命運 那個圖 OK 對了 佛教 Tat Shack說 佛不是說無常 是 我稍後就會說 所以給我一點時間 我去解釋給大家聽 好嗎 這個鏡頭 如果是近一點 會怎樣 沒有得近一點 嘗嘗 推近一點 嘗嘗 我們先試一下效果 OK OK 喔 Esoy把那些 OK OK 我試一下吧 不買幻情書 但順 因為生活經驗 令自己順 OK Ken Lo 紫微斗術 怎會每年都看的 只需要看一次就可以了 這樣 Patrick Young 很漂亮 有這種事 我頭子很壞 Anyway 好了 Adrian Lau 我都相信命運 因為我都學術數的 這樣 OK 術數可以說是一個statistics 它基於你的出生年月日時間 這個是中國的system OK 我也有看過 譬如我說印度的Nadi Leaf 根據子毛有不同的方法 西洋的星座需要的 是你的exact準確時間 by the minute OK 去到一分鐘 中國術數 斗數都有這個要求 OK 對了 Jason Wong 說了我想說的話 但你不要穿繳住 乖 你給我 給我一點時間 慢慢鋪陳告訴大家 OK 好了 現在 開始說了 命運 你要麼就相信 要麼就不相信 十二碼一樣 要麼不相信 是廢話 OK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其實就沒什麼好討論 因為你不相信 所有的random 就是random 即是你無法主宰 你覺得你也不願意屈服 有一個東西 其實它是 have greater power 即是比你更強大的 那你就不要相信 我們很liberal 即是我們很自由的 我們無所謂 你相信還是不相信 但是如果你是相信 有命運這件事 那命運其實 它的組成部分 是什麼呢 除了你的戀願一時 我要說的是 如果你相信有命運 它的背後 一定有一個根基 一個foundation 而如果你要我 給我的解釋給你 其實它的根基 一個foundation 就是你本身的 因果組合 為什麼我會用 組合這件事呢 我會慢慢解釋 你出生那一刻 凡是已經發生了的事 你並沒有能力去改變 例如你沒有辦法去改變 你的父親 你的母親是誰 你的基因DNA 你沒有辦法改變 因為已成定局的事 所以這件事 Please do not fuss about it 即是不要說 如果我爸爸是李嘉誠就好了 如果我投胎做了誰誰 那四個孫就好了 不要想了 因為已經發生了 不能改變 但是只要是未發生的事 其實它是可以改變 不一定可以 但是可以 怎樣都會這樣說 我待會會講一些例子給大家看 真人真事的例子 以及一些古人的例子 我剛才提及過 這個是一個組合來的 為什麼是一個組合呢 其實我們現在坊間所熟悉的 紫蘋八字 即算八字的那些 紫微斗數也好 鐵板神算 西洋星座 如是等等 全部都是基於出生時間 那你出生之前的項目是什麼呢 如果你相信有前世今生的 那就是你的前世 就是這麼簡單 你前世做了什麼事情 好啊 衰啊 你今生所承受的事情 就是你過去生所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你想知道你未來生是怎樣 你今生做的事情 不是 對 對不起 好像不是很適合 這個 它不斷會掉下來 不 但它不斷掉 我不斷勾它不斷掉下來 對不起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我勾不住 這個 好像很大 不 Anyway OK Sorry Sorry 回頭了 講回正經驗 如果你相信有前世今生的 你前世所做的事情 這個組合 為什麼我說組合呢 你要知道其實是一個timeline OK 你那時候做了一件好事 現在經過這個還款期 到了60日免職分期 到了現在這一刻 你要還款了 你要付款 那你就要付款 所以為什麼 我們說在術數上 你計算到 其實它只不過是一個 計算你的因果 組合的成熟 OK 譬如你說 這段時間我走好運的 好運就是因為 我之前在那一生世 OK 那個因果 在現在成熟 那那個成熟是好的成熟 OK 譬如說我之前做了很多的布施 布施有很多種 我們可以慢慢再解釋 那現在的布施成熟 那你現在就會走一個運 就是說 嘩 如果你是幫人的布施 就有很多貴人出現 如果你以前那個布施 是財布施 就是物質上面的布施 你現在就會財運好 很簡單 其實 如果你說 不是我現在走衰運 那個衰運就是 錢不好 少人有多 那就是你那段時間 你是做了很多的 我們叫做 不好的 不好的因果 不好的因 那現在結集了 它現在成熟了 那你現在要找數了 如果你覺得 不是的 我不相信恩果的 我不相信有錢仔金生的 那其實現在這個 你聽起來 你覺得很不合理的 但是如果 你是覺得 喂我相信有這件事的 那你所有的事都會解釋到 也都會解釋到 為什麼命運是可以改變 OK 命運可以改變 其實是因為 你一日未發生的事 它只不過是在一個 成熟的過程之中 就是簡單來說 用卡數的理論去理解 就是說 我的卡數一日未到期 OK 我一日都可以找 我現在鬆動 我找了 它便不累積 但是如果我一日不找 它一直這樣塌上去 它 compound interest 它越來越多 我越找就越跟 然後我便找不到 你minimum pay 我都給不到 所以 佛家的概念就是 如果你要做 你正本清完 你在這個水流 你在上游方處理 你放這個濾水器 在下游裡 你因為 喂我在哪裡喝 我不是在哪裡搏 我不是當然放那個濾水器在哪裡 錯 因為原來你發覺 原水呢 並不是你家裡的水喉 含源 其實 是在 出廠那裡已經有事 原來東光下來的水 本身已經帶菌了 東光的水下來的時候 它本身已經很骯髒了 原來 在這個中國建築 建的大廈 本身已經有很多 是含源的 那你要解決問題 你就要去源頭 解決問題 你這條命衰 是因為它的源頭 in which sorry 又是你自己 不過不是這個生世 這個驅學的你自己 是之前的你自己 做下的事 要你自己找 因果 是並沒有他人代手 這個概念 並不是負債 子還 阿爺 做下的事 兒子 會有影響 影響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老爸 是你什麼什麼 的時候 那個歷場 可以互認到後人 但是不代表 他前世做的事 是你今生成熟 你要搞清楚 一件事 即是說 你爸爸很厲害 你爸爸是李剛 你撞聲的時候 你打個招呼 那公安可以說 你爸爸既然是李剛 那我不抄牌 放你走 但也有可能是 你爸爸是李剛 你爸爸是李剛 照給你一個牌 然後還要上網 我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 having said that 我們知道 我們的命運好不好 其實真的是自己掌握到 自己掌握到 你可以改變 你有能力去改變 但是那個改變 你得不得其發 就是真正的重點 OK 因為這個話題其實很大 所以我要一步步地說 可能會說得比較可愛 還有說得一塊塊 咳咳咳 這個跟喝了酒也有關 還有跟這個 太多不知如何 把它組合成一個 好的次序也有關 所以如果聽不明白 就記得留言 好 好 之前說過 你現在行好運 因為你以前 做的好事 現在夠鐘 夠鐘 他報了 那就很開心 但是 你開心還開心 你可以一世 有很多的善業 尤其是我們說 以前的報師 你多小時候會幫別人 你多小時候會幫別人 你多小時候會幫女兒 你不斷請她吃飯 那些都是報師 或者你心地很好 看到很多小動物 你幫他們 都是一種報師 而這一種報師 我們說財報師 財就是什麼 物質 不一定是錢 物質 我舉例 你頭痛 你頭痛 我給你一顆Panadol 那都是財報師 或者說你冷 我脫一件外套給你 都是一種財報師 或者你說 我很想 學做一件事 但我 不懂做 我沒有錢交過學費 喂 我有本書 你拿去看 都是一種財報師 或者你那種 我沒有錢 我做不到財報師 但是我力的報師 可以嗎 這樣 都可以 力量的報師 就是 你失戀 你不開心 我勸你 當然也可以叫做法報師 其實你出的 不是一種實質 有形態 物質的東西 而是你的時間 你的心機 我勸你 你想自殺 我叫你千萬不要 你很傷心 我哄你 開心 叫你不要不開心 也是一種法報師 如是等等 而最有力的報師 就叫做無謂師 什麼叫無謂師 就是 你很害怕 我令你免於恐懼 我令你免於恐懼 譬如你很害怕 有什麼例子 譬如一個女生朋友 她老公喝醉就打她 我跟她說 你不用怕 你有什麼事 你過來我家 他將來清醒了你才回去 我令他免於恐懼 或者流浪動物 她很害怕 因為翻風下雨 被人打 被人追趕 我保護她 我做一些紫皮屋子給她住 我每日餵糧給她吃 這種都是一種無謂師 她不是一種 她不是一種 她是A不是B 是B不是C 這些是共產黨思維 並不是 你可以同時具備三種 例如舉例 我下去派貓糧 給那些狼狼的貓 第一種是財布師 同時也可以是法布師 我跟她說 乖 我告訴你 下一世生生生生生生做人 譬如你信佛 你唸佛經給她聽 或是跟她聊天 可以是法布師 第三種 你給她一個紫皮屋住 還有 我在我的Facebook 不斷分享影片 在冬天 那些貓很喜歡躲在車上 那些車輪 或者躲進你的死氣喉裡 你開車之前 你要趴一趴車 讓貓知道 要開車了 讓牠馬上說走 其實對你也好 對那隻貓也好 因為那隻貓不知道 你一開車 就可能會剪死它 你又不想撞到你的車 一車都是 你不想傷害生命 你不想撞到你的車 同時可以救到生命 例如我做的事情 其實都是一種 法布師 亦都是一種無謂思 所以其實一個action 可以同時兩三樣東西 結合在一起 並不是one or another OK 那你說呢 喂 我的命運 好不好 那如果你說 我這隻很坎坷 那抱歉 你不要掛別人 不是個天使你 不是有個神主在 at least在我的信仰裡 我告訴你並不是 全部都是你自己自作自首 如果你說 我做 大哥 其實我無辜的 我為什麼會這麼坎坷 那我就覺得 我很坎坷 但是 如果你想回頭 如果你真的相信有因果 你相信有因果是 自我承受的話 那這些事其實 是你自己善自己 以前的自己 善今天的自己 昨日的我 善了今天的我 如果我昨天 將我所有的積蓄洗完 那我今天 我就 沒得豪食 我就沒得玩 譬如我接下來 我三月頭又想去日本 那我現在就要儲錢 那這個是一種 美與籌謬 而 中國也有說 就是說 你與其 積很多家財給你的小朋友 你的後代 你不如積福給你的小朋友 我見過兩個人 一男一女 兩個不認識的 是真的我們所謂 福音厚到不得之了 福音厚到 真是淒財子六壽 你應有盡有 我舉個男的做例子 認識他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是何許人也 有什麼厲害 但是第一 上貿堂堂 出口成文 又帥仔 又帥 身邊永遠都是一班朋友圍著他 女兒就大把想埋他身 埋不到他身 生意做得很成功 健康也很好 父母在堂 他人有孝順 你能說得出 通通都有 然後 你不明白為什麼可以這樣 為什麼一個人的命可以這麼好 我拿他的命去看過 我自己看 我給我師父看過 我們得出的結論就是 如果在古代 他是官拜 他是 會被封著的 是貴族的命 當然這種命 今時今日 在歐洲 某些國家都會有 如果你還有黃色的地方 你說為什麼會這樣 當然他的前世 他做了很多好事 做的我 益了今天的我 但在同時 他的父母 他的爺爺 他的祖上是值得的 如果我再講下去 大家可能會 認識他的人 就知道我講誰 所以我不可以說得太白了 但譬如他爺爺是官 他爺爺的官是清朝的官 有上一年多 是做很多善事的 而他爸爸也很孝順 一輩子吃齋 代母治孝 做很多善事 贈醫施藥 如是等等 所以到他這一代 相當之好 可能這個時候 你就挑戰回我 你說 喂 大哥 你剛才不是說 那為什麼 你說他爺爺 他爸爸很好呢 你記住我講 是你可以 under influence of 即什麼意思呢 他的因果 並不是因為 他爺爺積得 他爺爺積得 所以他承受 但是因為 他過去做了很多好事 所以他投生在這個家庭 你明白我想說什麼 他過去做了很多善事 所以他現在成為 千億媳婦的兒子 或者他做了很多善事 所以他成為理事歷場的後人 你明白我想說什麼 並不是說 他成為了理事歷場的後人 而所以去享受 是調轉了 大家經常理解的時候 是調轉了一個概念 並不是這樣 OK 先喝水 等一會 OK 好了 這樣 另外一個女生 就是 我覺得是一個奇葩 是一個很nice 家庭非常好的 但是他完全沒有 我們心目中覺得 或者是無線劇拍的 有錢人的那種 即是說 又有閹尖聲門 又有黑人爭 又看不起人 又有階級觀念 完全沒有 很nice 很平等 對人很好 他頭腦清醒 能幹 好做到事 對朋友很好 好不計較 各方面都很好 他有一點點不好 叫做不好的地方 可能是婚姻不太美滿 但是 這一個 不要喝汽水 為什麼 怎麼了 為什麼 我現在沒有喝 我不喝 我會不清醒 我現在 還在這裡 縮醉 清醒中 等我一會 OK 對了 這些人 你見到這些人 很羨慕 覺得真的好 很棒 但同時 你也見到一些人 一天做兩份工作 兩份都是Full Time 並不是兩份Part Time 是兩份都是Full Time 早上回了一份 9至6 然後再回到晚上 9至6 OK 他每天只有6至9 6至9 兩個時間 早上的6至9 和晚上的6至9 而他一家三口 是迫在一個 那些梗房裡面 只有80呎 這些人我也見過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明白 恩果是智庫 你又相信 恩果是智庫 那你有一個 恩果組合 OK 那你應該可以怎樣做呢 好了 哇 給師傅算了 師傅就說 你的命 就怎樣怎樣怎樣 怎樣怎樣怎樣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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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以怎樣做呢 記住 不要怨說我爸怎樣 我媽怎樣 因為已經發生了的事情 你是改不了的 OK 但是未發生的事情 是可以改的 我可以給一些古人的例子 和一個比較現代的例子給你 說一些現代的例子 也是出賣媽媽的時候 OK 我媽媽年輕的時候 她和她兩個朋友 去算命 我媽媽是台灣人 OK 那三個人就去算命 那 算命佬呢 那個年代的算命佬很準 OK 好有心機 就會呢 就跟你對盤 然後檢查到 那個盤是不是真的是你啊 對不對啊 過去幾年的東西對不對 然後呢 譬如你告訴你 你是 舉例 你是這個卯士出生 他會推翻你 是不是卯士 還是之前的時辰 OK 即是說這個人士 或者卯之後呢 的神子 不是不是 子丑人卯 神士 去推三個時辰前後 去確認你的時辰是對的 當然還會用發生了的事 去跟你認證你的時辰是對的 因為我昨天也有說的 因為以前的人是比較多時間 還有比較負責任 還有租金沒那麼貴 他沒那麼大壓力 他可以做多些事情 好了 這樣子 好了 大家沒有看到她 她是我的 她是我排第三個兒子 就是我的大兒子 一頭是兩個女兒 OK 貴了 好了 就跟我媽媽說 就說 她會嫁到遠方 這樣 這樣 嫁到遠方 還有 會 即是有個軟字 這樣 這樣是對的 為什麼呢 我媽媽台灣嫁到來香港 這樣就軟了 是不是 第二 就是我爸爸是洋人來的 所以不要問我是否中國人 我真的會回答你不是 因為我爸是外國人 我媽媽是台灣人 所以中國人 不是 然後呢 我媽媽另外兩個朋友 一個呢 就是一個有錢家的千金小姐 跟她說 你嫁皇帝都會變黑衣 OK 這樣 慘了 什麼要嫁皇帝都會變黑衣 即是她會黑夫 即是 就算那個男家多有錢也好 嫁了之後 她的環境都會變差 這樣 但跟另外一個說 就是你嫁黑衣都會變皇帝 即是你嫁一個很窮的人 她都會發跡變得很有錢 OK 那後來發生什麼事 就是 我媽那個畫家皇帝都會變黑衣那個 她就選了一個跟她是家境相約的 即是竹門對竹門的 大家環境都相當之好的 一個富家公子 那一個富家公子到後期 做生意 去到她五十幾歲 她生意破敗 就破產 那我這個伯母 開了名也不怕 叫三姐 就五十幾歲 第一次工作 就出來做Waitress 那我媽就說 唉 真的被那個算命佬算中了 這樣 而另外那個伯母 我印象很深刻的 我就叫她菜伯母 OK 為什麼我對她的印象那麼深刻呢 就是她的聲音很沙 她的聲音很沙 就不是我們說話多的聲音很沙 而是 好像有病過的聲音那些問題 但我記得她是很和愛學親 很kind 我記得我小女兒 其實不懂得 看到她的耳環很漂亮 就說 哇 你的耳環很漂亮啊 然後第二天 她就收到 我媽就收到她送過來給我 一對一模一樣的耳環 那我媽就罵到七彩 藤條蚊豬肉 說你為什麼這麼不生性啊 看見人家耳環很漂亮 你為什麼要告訴人家耳環很漂亮 那我心想 大哥 靚不靚 我都沒有說我要 那伯母要送給我 我都沒有辦法的 這樣 這樣 好了 那 原來蔡伯母 那一題 是她嫁黃帝 是她嫁黑衣 sorry 嫁黑衣都會變黃帝 那一題 就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 說她除了嫁黑衣都會變黃帝 極度旺夫之外 也有說她三十幾歲 就會過世 即她過不到三十六歲那一年 那大家就覺得很惋惜 大佬有沒有那麼慘啊 被你嫁到一個老公好好好疼你 有很多錢 你居然沒命響 覺得很慘 後來他的確嫁了香港 其中一個大富豪 我不方便說名字被人打 那個人過了身 大家可以猜一下 潮州來香港 還有什麼資料可以透露 不會被人砍的 潮州來香港 白手興家 很多房太太 我這個伯母就是其中一個房太太 跟她生了一個女兒 認識她的時候 的確是未發職 而她後來真的發職成為香港十大之一 這個伯母在她三十六歲那年 的確是一個大病 然後大家就覺得 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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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了 真是慘 敵不過天命 一切都是天華事 你又吹不上了 沒事 她病完之後聲音就消了 聲音就好像那些 要用東西插著 那種聲音 但是她沒事 她到今時今日還健在 那大家覺得很奇怪 蛤 不是 不是過不了三十六嗎 這樣 她三十六歲那年 已經是在ICU了 這樣 想著她一定過不了 她終於過了 她過了 然後 拿回她的命 去給她說明佬看 她說明佬 已經對這個人沒有印象了 但她說明佬一看 就奇怪 真是薄了下去 真是延續了 這樣 那些人都問她 就是我媽 那些朋友都問她 跟著她就說 她可能善事做得很多 這個時候 幾個朋友 她本人不在 她幾個朋友 就說是呀 她真的做了很多善事 例如什麼呢 我媽告訴我 就說 譬如一班女孩子朋友 知道她環境好 因為她老公有錢 就去她家 借她的三褲蟹襪穿 那個年代還流行皮草 拿了皮草 拿了珠寶 穿了酒 她從來都不追 不問人家拿回 可能她 聽到人家說 哪個哪個有困難 哪個哪個 現在可能家人 有人過世 她就捐錢過去 問人她叫什麼名字 寫一張支票 就直接寄過去 給人家 從來不問人家收回 那 我媽媽就說 這是其中 但最難得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從來聽不到 她說人家一句 不好的話 這個事情 我覺得是很難 這個事情 我絕對做不到 而我媽媽說 譬如一班女人 在討論 說誰多壞多壞 她可能 她會怎樣 她會坐在那裡 她會不出聲 但她不會答罪 她不會說人 不好的事情 這件事 多不可能 但是 她就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一個真人真事 因為她並不是一個人 算她過不了36歲 而是幾個人 算她同樣 都是這樣 而她是一個真實 改變了自己命運的例子 所以就是說 好了 我們知道了 我們的命 其實 現在我們所承受的 是一個下游 我們要在一個上游 去處理的話 那就是 你要處理 未發生的事情 就是 智 做什麼 你想怎樣 你想怎樣 OK 嗯嗯嗯嗯嗯嗯 OK 就是 叫什麼 叫做 智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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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就是 智的本 而不是智的標 對不對 如果那件事還未發生 譬如 有個算命奴跟你說 你會短命的 那你有方法可以去處理的 如果她說你 未來幾十年 你會有很大的 經濟困難 你可以處理的 只要不是今時今日 已經發生著 你在感受著 佛家的概念所說的就是 你已經在承受著 那個惡因 那個惡因已經發生著 已經成熟了的時候 你沒得處理 你只可以 減淡 但是那個減淡 是很難的 我舉一個例子 你們可能會容易明白一點 就是 你現在駕駛一輛車 對不起 貓毛 你駕駛一輛車 而這輛車是在走 200公里 OK 而這輛車是沒有駕駛的 那你現在 你會怎樣做呢 大哥 你沒有可能鬆一條安全帶 跳車的 因為 大哥 你一跳出去 後面的車一滾過你就死了 現在的關鍵 你的車沒有駕駛 記住 就是前面哪裏有牆 到底是前面五步以外 五步或五米 就已經有牆 還是五十米 還是五十公里以外有牆 這就是關鍵 因為如果是五米外 你現在就算放油門 都沒有用的 你放油門 你一樣炒完 你就會死定了 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念經 念經 然後回想你自己一生 然後人生在你面前 flashback 但如果是五十米 不是意外 你放油門 你都沒事 你可能 輕輕會有些傷 但你不會麻煩的 如果五十公里 大哥 你再閉上眼 握一會 都可以 你明白嗎 所以就是說 到底你未來要成熟的那個惡果 是距離你幾近的 其實 所以如果他很近的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他未必起到效果 就是剛才所說的 你放油門 都未必有效果 這一個可以講一個佛教故事 給大家聽 就是 這個佛陀 即釋迦牟利佛 這麼多的弟子裡 有一位叫穆健年尊者 穆健年尊者最出名的是什麼 他的神通第一 他的神通 即所謂的特異功能 是第一 最強的特異功能 他曾經跟佛陀 他們一眾 知道經過一個城 我不記得有沒有入到一個城 你當有了 佛陀就跟他們說 這個城即將會面臨滅城之禍 被人屠城 穆健年尊者 大發慈悲 因為他是神通第一 他是一個能力 他就把整個城 所有人 放到他的袋子裡 帶走 離開了城之後 他就很開心地跟佛陀說 佛陀佛陀 我救了他們 佛陀這時候就說 你打開袋子看看 他一打開袋子看 是全部都是血水 因為那些人 其實是救不了 因為他時間夠 他的因果要成熟的時候 是神通不敵業力 所以那些人說 香港為什麼搞成這樣 香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特首 香港為什麼為什麼 其實為什麼呢 香港的命運一早已經寫定了 你不是覺得晚清割釀了香港 而這個繼承者 居然是中國偉大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你們覺得 香港是可以逃離這個命運 由最初的理性談判 到現在的不同的港獨思潮 或者勇武鬥爭 我們未能夠逃離我們的命運 這件事是很痛苦的 不只是我們 西藏、新疆 接下來台灣希望 可以逃離這個黑暗運 但是 就是我們怎樣能夠避免 未來的事情發生 因為現在的 你就是要承受 你就是要過了它 咬緊牙關 有些人 他過黑暗、衰暗 他並不覺得很大件事 為什麼不覺得很大件事 因為 他有一個耐性 他有一個 patience 他不將它當作一回事 佛家有個說法 就是百花重臨過 片葉不沾身 如果你可以 你想像有多瀟灑的畫面 就是一個人 在一個百花重臨過 但完全不為任何的東西去避免 這件事就是 屁股子 這件事就是最高境界 就是他完全不為所動 他不受影響 所以你信不信命運 不要緊的 如果你是能夠很灑脫的 很不受影響的 那就沒事了 但是奈何大部分的人 中國人 過七年都公起發財 金銀滿屋 賺大錢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想好 大家都想富貴 不勞而獲 舒舒服服 但是你要不勞而獲 行不行 行 如果投胎做了沙特的油長 或者沙特的油王 那就行 因為 油 黃金 錢 就在你腳底 但是我們並不在這個組合 你明白嗎 我們在香港 我們並沒有先天的優勢 因為你投胎不是去那裡 但是 你想想 如果你投胎是在 非洲的部落 食人族 或者是北韓 或者是更加窮困的發展中國家 那不就更慘 所以 是不是真的 我們現在是慘 我們現在的政治環境當然是慘 但是每個人 在這個大的政治環境 當中 這個是共業 另一個新概念 共業 大家共同承受的 叫共業 歌別承受的 叫別業 譬如 大家一起 在舊隧道 塞車 大家都是 咪咪 大家都說媽媽差 塞這麼久 車不動 但是有人 在拍拖 好甜蜜 十指緊扣 哇 好甜蜜 他不介意塞車 他覺得沒有問題 那便塞 沒有問題 好甜蜜 大家就 咪咪 這樣 但是有人打個禮事 他是急的 OK 急大還是急小 你別管了 總之他很急的 你想想 已經相差很遠 一個舊隧道 對於這個 嗯 還有一個 嘩 那已經相差很遠 所以就是 共業當中 還有別業 分別就在這裡 那 好了 有沒有這些問題 想問呢 那我就 解答了你的問題 我再 move on 否則我怕你們會聽到 一偷都是煙的 嗯 先喝一口 先喝一口 整杯人是貓 好嗎 我現在查一下你們 我先查一下你們的留言 我回覆你們的留言 我今天更漂亮 不會啦 OK 我的貓很有趣 我知道 不信任命運 因為不能證明 所以當沒有 OK 可以 不相信是前世金生 阿黎士尖說 為什麼地球上的人口會越來越多 喔 可以解釋 我等一下解釋給你聽 OK 嗯 Harris聽說 命運已經注定了 你自以為做了一些改變 其實根本是劇本的部分 不是 不完全是 OK 對了 我回答你為什麼 OK 因為改變命運是有個特定的方法 只不過 都是那句 你用不用其法 你懂不懂得去改變你的命運 OK 如果有些人 譬如說 為什麼佛教徒 如果真是虔誠的佛弟子佛教徒 他未必會算命 或者他已經不再做這件事了 他沒有說不行的 你可以做的 沒有問題的 你可以照他算命都可以的 但是 為什麼很多人不會做呢 因為他已經覺得自己所做的事 是改變了命運的 OK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蔡恩恬 蔡恩恬她的大善 就已經令她的命運得以改變 有一個說法就是 大善和大惡的人 就是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蹤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蹤 三界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 就是整個輪迴 就是在這個三界裏 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 那就是說 如果你的大善或者大惡 你的人是這樣的話 你就已經不再受這些 去限制 去框住了 OK 所以就是說 你的確 如果是信的人 你是可以實踐的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我甚至舉更多個例子 也可以 就是某個聖理的後人 跟我說 就是香港首富的兩名聖理 那兩個家族 的後人跟我說 是信物中的 那他跟我說 哇 他說是呀 他說呢 那些是有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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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是要是發燒 病 那些車是 極臟的 那些 那些什麼叫 随障 就是 他將這些大件的 那些 那些 差事 那些 渣細 來讓你承受 OK 例如有件大件事本來可能是一件事成為癌症 現在斬細了就是雙風又發燒 如果你是一個普通人 你只不過是給朋友帶去參加法會 一個垂障法會 你上完法會去完法會之後 你回來覺得我去之前沒事 但我去完之後病了 我以後不去了 未必是病的 可能是回到公司被老闆罵到豬頭 總之就是壞事發生 你就會覺得我不去了 我很害怕 但如果你看一個broad picture 其實它是把你很嚴重的東西剁碎了 我給你分期付款 給你攤開來承受 那你會覺得 其實我攤開來承受可能會好一點 是的 那 這個就是垂障的法 其實釋迦牟尼佛 它是有說 因為你既然有恩果 而你的恩果成熟成為你的人生 成為你的命運 那就去到根本 就是上游去處理這件事 就是說 如果有惡因要成熟 惡因可以成熟 in various ways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譬如你以前 有拿過不屬於自己的東西 我們都有的 譬如上公司 拿了公司的資源做自己的東西 這些都是的 這一個是偷渡 偷渡的果報是甚麼 貧窮 借了錢 不還 你的果報 又是貧窮 你省貪 不捨得給 不捨得報師 你的果報又是貧窮 你殺生 傷害其他的生靈 其他的生命 你不要管 總之你餓它 你折磨它 你找這個放大鏡 去令到那隻蟑螂著火 或者甚麼都好 總之你折磨它 這一種 都是會 result in 短命 多病 不同的account 是會出不同的結果 譬如 你不會種蕃茄 你不會種蘋果 得橙 一樣 獨立account 出獨立的東西 OK 所以呢 就是說 你不同的因 結集不同的果 那你現在的果 到底是多久 收成了 一件事 大家很多人爭議 我也明白的 就是說 喂 但很多壞人 他過得很好 因果一件事 我看不到 因為我今天做了很多好事 但是 未在我身上發生 所以這個時候 我就會覺得 其實算命也有一個價值 譬如 如果有多些 好像我剛才所說 我的朋友 我媽的朋友 蔡恩田 這些例子 明明36歲是過不了的 但是讓他過得到了 這樣 為甚麼過得到 因為他是一個大好人 那 你便會相信 你便多了一個 你覺得 其實命運 真的是自己 掌握在自己手裡的一個 就是 你會empower 自己 就是你會讓自己覺得 其實不是甚麼都是 整定 和被人玩的 當然 你被人玩的 那個element 不會完全消失的 因為 你就算怎樣掌握命運 要做再多的善事 特首你沒有份算 沒有嘛 除非你是1194個選位 沒有的 沒有你的份算 因為 你不是這個小圈子裏面 你不是一個權力的核心 但是 如果 你是掌握自己的命運 你就移民 你不喜歡香港 你知道 那些藍絲經常都這樣說 那些權衛經常都這樣說 你不喜歡香港 你就走 鄰近地區的人 都是這樣想的 不喜歡 吸霧買 不喜歡地方的 國家的 政策的 就是這樣 就走 它的而且是 它掌握了它的命運 現在香港人 悲安的地方就是 我們想掌握 都很難去掌握 因為 不是我們想 賺錢 儲錢 就可以 我們連住也解決不了 OK 但是 你能夠掌握到的東西 始終有它的部分 你不會說完全掌握不到 你走出街 你想吃什麼 你自己說到事 是吧 你想走走走走走 你自己決定到 You always have a choice 我的貓 再幸福也好 they don't have a choice 牠選不到 牠要吃 今天吃牛 吃雞 還是吃什麼味道 罐頭 牠真的選不到 但是我們其實有得選擇 我們多少都可以選擇 不是100%什麼都可以選擇 但是我們多少都可以選擇 我們給動物自由 我們給很多其他的生命體 就是眾生自由 所以我們只可以 影響到我們能力 能夠控制到的東西 我們在那樣東西那裡落手 去做 先喝口 好了 再講改變命運的兩個例子 古人的例子 因為我講了我伯母的例子 有一個很出名的例子 叫做了凡四分 了凡四分是原了凡 我沒有看資料 我只憑記憶記得這個story 我可能當中有些什麼 說漏漏 原諒我 OK 下一集可以再補回 就是在這個元朝的時候 就是這個宋末元初 有一個傻豬仔 就叫做原料凡 有一天在市集上走來走去 突然間遇到一個孔姓老人 一個姓孔的老人家 這個老人家突然說 喂 你幹嘛 你下年中壽彩了 你幹嘛還在那裡 然後他說 什麼下年中壽彩 然後他就開始 這個老人家 就開始把他 所有的東西 都說出來 他就直接說 你養鬼仔 心想 好恐怖 你好像什麼都知道 然後 他還要 恐老人 還要說出一些東西 是 他自己都不知道 真還是假的 他就撿住他 喂 老爺 你跟我回家好 他撿了他 跟他 抓住他回家 就去問他媽媽 他媽媽 去確認他出生的時候 小時候 是不是發生過什麼 喂 又對 然後 這個時候 孔老人就說 就說 原料凡 下年 就會種這個 香士 好像 的第幾名 就叫他現在要用心讀書 然後 他媽媽說 不是喔 我想他讀醫喔 這樣 然後 孔老人說 不是喔 他是下年就會種的了 所以你要給他讀書 這個時候 他的命運開始 就叫做 巡註 他的命本身 劇本 去發展 那麼 好了 他開始讀書 孔老人 就把他的人生 都告訴他 就是 你第一場試 你會考第幾 然後 你再考 你會考第幾 然後 你做官 你第一次出糧 那時候 是出米 用米去出糧 你會出少了多少 那時候 那個數量 少了多少 都告訴他 還有 你這輩子的壽命 就五十多歲 你會有個老婆 老婆姓什麼 不過 你們就沒有兒子 他聽來就很灰 第一 喂大哥 七品之麻官 未至於九品 但是七品 這樣也灰了 更加灰就是 那個年代 不孝有三 無孝為大 大家都聽過了 覺得很嚴重的 沒有兒子 還有五十多歲 唉 這樣 那我就很灰 那他就灰到怎樣 他做官的時候 就在這裡 唉 這樣 就 每天就是這樣 閉上眼 唉 很灰 就很灰 過日子 除了很灰 我想到另一個形容詞 我形容他的 很灰 有一天 有個禪師經過 禪師以為 這個年輕人 打座 打座 打得不錯 這樣 就走去 嗯 年輕人做得好 打座 嗯 好啊 好少見到人 這麼勤力 接著 遠了 唉 打什麼 打座 打座 唉 人生的劇本都寫定了 我們只有一個演員 還叫武良出 又不能拿奧斯卡 唉 好灰 這樣 他就說 蛤 你原來不是打座 你原來是灰 你原來不開心 你原來在氣 唉 蠢到這樣 五十度灰 Fill now 我講得好 就是五十個灰 Fifty Shades of Grey 他就是這麼灰 這樣 接著呢 阿禪師就說 命運在自己手上 你想怎樣 你自己怎樣做 就可以了 這樣 那呢 原料凡師說 不是喔 全部都寫光了 喏 他說我這樣 又是對的 他說我這樣 又是喔 我改變不了 接著阿禪師說 不是的 我告訴你 你以為 所有的東西是外在 其實你的內在 是反映外在的 所以你由內 去改變 調節 外面的環境 就會不同了 那阿禪師就教他了 那原料凡 可能古人真的好些 這個胃筋大條些 原料凡就說 好 OK 行 我相信你一波 我就試 他就做了一本寶仔出來 記什麼呢 記三千 件善事 他的 unit 就是三千件 他每做一件 他就寫 每做一件 他就寫 他就想試一下 他做完之後 那些東西 會不會開始變 咦 果然開始變 譬如呢 他做完頭的三千之後 他發覺 咦 明明說他 譬如那年會發生什麼事 沒有喔 那些很糟糕的事 那些很糟糕的事 沒有發生 然後開始 就off track 開始 不是跟著劇本 他就覺得 喂 正喔 有鼓勵作用 他就繼續做 然後做到 他將來有一個位置 他做到是做這個 好像是圓崖 如果我沒有記錯 總之是那個 那個鄉鎮 父母官 然後他做了一個得證 是一件事 抵消了三千 即是一件等於三千 那麽大件事 就是這個 減這個 填稅 那 in the end ok long story short 找人我去慢慢說 如果大家 喜歡聽故事 我可以很詳細地說 都可以 但現在呢 已經說了很長期 我已經說了60分鐘 好厲害 那麼 long story short 就是他到最後 他有七十幾歲 如果我記得他74歲的名字 有兩個兒子 為什麼會有了凡四分呢 就是因為他寫了四個加分 給他兩個兒子去看 所以就叫做了凡四分 他就是勉勵 他那兩個兒子 就是說 命運其實在自己手裡 你要改 你去做 因為 我們也有聽過的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腹衰未至 禍以遠離 是不是 就是說 如果你做的好事 其實它好像一個 cushion 你當它是一個 air bag 它幫你擋了 幫你吃了 一些不好的東西 而你的好事還沒有發生 但是它抵消了 它有一個緩衝的作用 所以 我為什麼 如果熟悉我的人 知道我以前 全職做這個命理 現在我就是半半半 就是我煮東西和做命理 我的目的就是想 以前 我是想 我覺得 天真 我覺得 我讓你知道 你命運本身的 path 是怎樣 然後 同時 我做了孔魯魂的角色 我就告訴你 你這樣 這樣 那你就可以改變你的命運 但是 有人有 under estimate 就是 原來 現在的人 是 胃根 是小一點的 他聽完之後 可能 他很努力的 可以堅持到 做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一個月 但他未必會堅持下去 所以他會在 這個黑仔運 裡面 很快就會心灰意冷 很快就會覺得 只要我做的事情 沒用的 因為 你的而且確 是需要 三千 再三千 所以 所以之前 有一集 我們說完神殿 那件事 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 我聽我朋友的版本 我相信是真的 我自己 personally 我相信是真的 那如果是 譬如我的朋友 他聽完之後 他這三年 五年 他發奮 做很多的線線 接著他三五年 他再回去看 他發覺 喂 他這間屋 他的原神殿 那個構造 建築 又不同了 大了 因為 原神殿 道長可以去看 道長可以幫你 有些 minor的東西 幫你修緝 幫你整修 但是 大的 例如家屋的格局 那些東西 他改不了 那你靠你自己的福報 去改變 你的福報 就是 你自己每天 裡面可以累積 OK 好了 那 我這個話題 我可以講 7749集 那 聽眾如果有些什麼 特別想知道的 請留言 告訴我 我現在 喝一口東西 回一個氣 那我就繼續 因應你們想聽的內容 再講 好不好 先看 留言 善心 藍 是嗎 哪一種葉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OK 沒有的 其實所有的葉都可以處理 都可以處理 包括我們說五種 五毛間 以及十不善業 就是最嚴重的 殺父殺母 破壞和合增團 出發新血 OK 最嚴重的那五種 都可以 透過懺悔的力量去改變 懺悔其實就是 随障的一種 偷過你 就是說 我知錯 我不再做 我現在用佛陀所教的方法 去懺悔我的業障 OK 這一種叫四力懺悔 四種不同的element去構成 就是一個完整的懺悔 當然 第一就是 你要知道自己是錯 第二就是 你透過這個方法去做 你不會再做 OK 這些全部都是可以令到你改變 透過懺悔 好了 我覺得一件事值得說 我自己覺得 沒有人請求 我覺得值得說 就是 譬如病 講病 OK 病 為什麼值得說 病 很多種 你和我都一定有病過 不要說沒有 沒有我很替你高興 但大部分人都有病過 病有分三種 一種就是 我好累 我從早上到早上到早上 我現在腰很痛 我好累 我身體不舒服 我現在真的睡 睡了七七 沒有七四十個小時 睡了十幾個小時 睡了舒服了 沒事了 或者可能我昨天有個小肚痛 然後呢 窩清了就沒事了 這樣 這個是短的 OK 沒事的 有一種就是 咦 醫生說你有病 但是呢 搞極都不好 醫生知道 醫生計到的 知道你有病 但是搞極都還在 這樣 還有一種就是 醫生 看你 你沒有病 你是不是精神病啊 這位先生 這樣 但是呢 你知道自己不堪 一直都不舒服的 譬如舉例 我那些 肚子痛啊 很累啊 那些 那些很快就搞定了 但是其餘那兩種呢 兩種 記住啊 不要共產黨式思維 覺得一是A 一是B A和B可以同時存在 是什麼呢 就是一種呢 就是所謂的惡業成熟 你過去的殺生 和傷害生靈的 那種惡業成熟 令到你現在的病 OK 它會一直一直在 直到你的業消除 你的業消除 你也就是wear it out 就是和它鬥長命 就是慢慢承受 吃到它完 整件事完 就是你的授報 授完 那就沒事了 OK 一是你說 我不想等到完 因為我很痛苦 你可以透過 消除的方法 怎樣可以消除呢 消除的方法很多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懺悔 OK 跟著随障 這一種全部 都可以令到它提早搞定 提早搞定 不要誤會 它是有這麼多 它就是這麼多 眾業輕暴 一樣會補 不會不補 不要想著 我參加了一個随障法會 之後呢 我就沒事了 一點都不用受 不會 你做得 出得來行 預了要還 你是一定要受 不會是不用受 一定要受 OK 只不過是多還是少 它的方法是令到你受少些 受輕些 並不是不用受 千萬不要有一種僥倖心理 OK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我不方便說那個醫生的名字 是我的朋友來的 是香港一個很出名的眼科醫生 那這個醫生呢 他知道我學佛 當年的他還沒學佛 他媽媽呢 就去做body check 就說他的癌病指數相當高 第一個報告出來 他自己是醫生 他知道what it means 就是說身體某個器官 有癌細胞 還有很多 那就是很大機會就是cancer 再做第二個報告 又是這樣 第三第四 四份報告出來的結果 都一樣 都是說癌病指數很高 那現在他下一步呢 很logically 就是去identify 去locate 到底哪一個器官出問題了 這個時候他跟我說 我就說 阿醫生 我差點說了他的名字 我說 阿醫生 我說 我不知道你抗拒不抗拒 排不排斥 這樣 不如你跟我去參加這個 這個 就是 拜佛 就是懺悔的拜佛法會 逢禮拜一 這樣 就是7點半鐘 晚上 你陪我去 你當你是跟你媽媽去 你做的時候 這樣 就 觀想 觀想就是想著 還是揹著你媽媽的 跟她一起做的 這樣 這個就叫做 拜三十五佛慘 如果熟悉佛教的人就知道 有拜藥師慘 有拜八十八佛慘 有大悲慘 良皇寶慘 很多種不同的 有沒有誰好過誰呢 你覺得好那個就是最好的 很簡單 你覺得好那個 正如你喜歡那個人 你自然覺得他最好 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一個平等心 我們就覺得 這個我特別 我唸的時候 我會很感動 我唸的時候 我會有無管動的感覺 我會想哭 這個就是最適合你 你穿那件衣服 你覺得最漂亮 就是最漂亮 你不用管別人怎麼想的 獨立思考 拜託 所以這個時候 我醫生又很乖 他真的很開放心 跟我去 他去了三次 然後 他媽媽再做一個 找哪個器官出事 再檢查 沒有了 沒有了 再檢查 又是沒有了 再檢查又是沒有了 沒有了 從那天開始 這位醫生 著名的眼科醫生 就成為了一個很虔誠的佛弟子 好了 這個我可以解釋 為什麼呢 因為他媽媽 做了一個身體檢查 四個身體檢查 出來了 都有癌 癌指數很高 就等於他開著一架 剛才說的 200公里的車 沒有鎖 沒有鎖 死了 怎麼辦呢 原來他媽媽這架車的牆 還有50米才炒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放油 他放油門 還沒到他已經下車 他沒事 簡單來說 他那個惡葉 尚未完全成熟 他就可以Purify 可以淨化得切 即是你一早知道 中國建築那些喉管是有問題 你一早換了 他就不會流到那個什麼村 很簡單 其實很Logical 如果你明白的人 你就會覺得 其實是可以解釋 其實是很Logical 但如果那些水 Sorry 中國建築建築完之後 然後已經傷好了 工程完事 一直都沒有人發聲 沒有人發現 或者知道那些人不說 去到你家 你喝一喝 喝完很久之後 你身體驗血出來 都已經含軟 你怎麼淨化 你唯有不再喝 你明白嗎 所以是跟時間升 是很有關係的 OK 所以就是 一個35佛參 88佛參 大悲參 梁皇寶參 藥師參 是你自己 覺得你想拜誰 你喜歡做誰 你就去做 沒問題的 老婆很年輕 很美 我認識這位醫生 就桃花很多 都經常見報 都很英俊 大家猜猜 我這些不開名 我不會出賣朋友 兼客戶 好了 那我自己媽媽 OK 我自己媽媽當年都是有Cancer 03年的時候 我媽媽是很少的 我媽媽就是那些很悲觀 天天又會陷下來了 然後 什麼都要整頂 什麼都好不好 什麼都好灰 什麼都擔心 什麼都害怕 猜到 OK 那 不要寫名 不要寫名 你猜到一回事 不要寫名 我免得被人剷 我媽媽就是 林巴牙末期 才知道 我媽媽就很擔心 走去求籤 就 沒有了 沒有了 我媽媽就是去寶福山 看這個 一個鵪位多少錢 跟著 又做一些平安書 煩到瘋 我意思煩到瘋 就是她搞很多 我心想 你不如醫病 好嗎 Cancer 不一定有事 不一定死的 那你就去醫 沒有事的 但我媽媽就是不斷搞 所有的身後事 我心想 大佬 無常啊 明白嗎 什麼叫無常 就是你猜不到的 你怎麼會知道 壽命無常 我們這個 藍尖步舟的人 是壽命無常 沒有說明她的命多長 你今天好好的地 走出去 讓她知道懷疑也行 對 Anyway 我媽媽的重點 就放了去 鵪位的一線 跟著 要怎樣火化 這個時候的我 本來在香港 就走了去台北住 因為我媽媽 強調台灣人 她就住在台中 我就去那裡 打算近她 有什麼大件事 我不會說自己很孝順 去照顧她 三餐 照顧她的起居飲食 沒有 沒有 我在台北 我媽媽在台中 但是有什麼事近一點 那時候就參加法會 天天灌頂 那當然有些師兄弟 就很nice 知道我媽媽有事 就說 哎呦 我給你媽媽 給你媽媽 給你媽媽 我媽媽什麼都不相信 那時候 她不停想著 那些鵪位 怎樣火化 等等 她全部都reject了 包括 有一個師兄 給了一個 說是一個寧波車 收藥施佛 收到天降金路 說到這樣 給了一些金路院給我 給我媽媽 我媽拿了之後 扔到地上 這件事真是很罪大我極的 那當然我收拾 那我就去了印度 一個地方叫Daradun 就住在我師父的廟裡 幫我媽媽請僧人 那個廟裡有幾百個生人 沒有一千個 但是有幾百個生人 那是三四百個生人 每天就幫我媽媽 唸藥施佛 唸長壽的修法 每天就幫我媽媽妖塌 然後做放生 我記得那時候 我媽媽在打標靶 如果熟悉的人知道 要打標靶 她不記得要打十次 還是十二次 總之她打到四五次的時候 醫生就說 她的白血球太低 身體不行 承受不了 就叫她休息 就好像休息一個月 一個半月 就不要打著 就等她的白血球升回來 再回來再覆診再做 這段時間 我做這些事 我媽媽完全不知道 但我爸爸知道 因為那時候 你每天都有三四百個生人 幫你媽媽唸經 收法的時候 你多少都要有些供養給她們 即是每人 就算給一元勞比 都是錢 我爸爸就說 我贊助你一半 那我們不敢跟我媽媽說 為什麼呢? 怕她不喜歡 怕她反感 還有你記住 我媽媽之前 不是把那個 那你還敢跟她說嗎? 大哥 為什麼不敢說 好了 咦? 我發現我忘了分享 這個節目到我自己 是不是 等我一會 對不起 突然間要停一停 我要分享 咦?不是啊 我好像又分享了 等 失憶 不好意思 失憶 看這邊的留言說什麼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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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邊講的比較 沒有什麼內容 回來我們自己的 FORUM這邊 繼續看 好了 那 我媽回去覆診的時候 即是休息期間 等她的白血球升回 到一個半月夠了 不知道一個月還是一個半月 回去的時候 醫生說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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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覺得 咦? 沒有了? 咦? 是不是我吃的燕窩有用呢? 是不是我吃的雲枝有用呢? 是不是我吃的不知什麼有用呢? 咦? 咦? 接著這個時候 我爸爸才穿橋 我爸爸說 其實你女兒 不是你想像中那麼不孝 其實你女兒也不錯孝順 你知道你女兒 在印度每天幫你做妖塔 每天幫你做大禮拜 還有做很多這些事情 我也有份的 chip in 我媽媽這個時候開始改觀 開始覺得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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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些了道 所以就是 我媽媽 又是 宿命論的人 就是覺得 那些人是整定的 什麼都是整定的 沒得改 所以我媽媽覺得 既然求籤出來 都會死硬了 然後她就報復生 但對我一個 學佛的人 我就覺得 一天 未死 未斷氣 都有得改 你的命還未完 你也有得改 所以為什麼會有 長壽 延壽 的方法 那 是不是我繼續吃煙 喝酒去滾 然後一路做延壽法會 就沒事 不是的 因為你的命 其實 你的人生 是很多東西 組成的 千萬不要 都是那句 二元對立式的思維 就是覺得 我做這件事 就可以了 其他事情就不用了 或者是這件事 對就那件事 一定是錯 不是的 其實是很多事情 組合 所以就是 剛才我講 我媽媽的故事也好 我那個蔡伯母的故事也好 原料凡的故事也好 我下一集 我可以再講 另一個故事 就是你的人生 你想它在哪方面能夠好 你會集中火力 推下去做那件事 譬如有人說 你會離婚的 那你可以做很多的善事 很多的好事 回向 這件事其實 按照說的就不怕 回向 祈求自己的婚姻美滿幸福 是不是 除了就是 你覺得我要忍讓 或者我想這個 婚姻美滿幸福之外 你也有很多方法 如果你縮命論的人 我永遠跟他爭辯的 我不用爭辯 我說一兩句話 就KO了他 他說你有九十歲命 你現在上ICC跳下來 哪有九十歲命 他說 你明年就結婚 我今年就出家 我出家也不可以 我去閉關 一閉閉三年零三個月 那些結什麼婚 你一定有罩門的 氣功 功夫 一定有罩門的 鬼衣也有Archilles Heels 你一定會有一個方法去破解 所以 你不論是哪一篇都好 你一定有方法 說完最後 就是剛才我們說病那件事 你也是惡業成熟的病 那你就靠拜慘 慘悔 這些方法 隨障 記住 你做這些 你初頭會吃得很硬 你初頭會很辛苦 因為他把它 一邊斬 一邊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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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他去控制的 是你去控制的 因為你念得多 他快點燒光 那你就吃得更硬 但是你將它減淡了 都是那句 重業輕暴 不是不報 但是輕暴 OK 如果這個時候 有任何一個 算命佬跟你說 可以 你給我十萬八萬 我幫你搞定他 你千萬不要相信 千萬不要相信 我自己懂述數 我開答你 沒有這件事 就算有一個師父出現 他好像 多麼神通廣大也好 我告訴他 在最後 你一定要知道 神通不敵業力 是不會可以幫你改造 如果他的方法 似乎幫你改變了命運 是因為你本身 這個轉機已經在 你明白嗎 是一個 嘩 其實他一聲 有隻兔子飛出來 其實他兔子本身已經在 並不是那個兔子 又沒有變有 是本身已經有 所以 不要相信 你說 我給錢 他幫我做這件事 OK 而這個轉機是發生了 的確 我不排除 他是有這件事 但這件事 都是那句 他有他的能力 因為你本身 是有這件事 寫了在你的命裏 他不是有無便有的 我們慢慢 將來可以再討論 不同的法術 不同的改命的方法 是否真的 那麼神通廣大 並不是 因為 所有的方法 tied to back end OK 即是你正在使用 program 打的東西 全部的背後 都是一和另一樣 你不改變 你的programming 那些 bug 一樣在 OK 好了 又要說病 一種就是 你殺生害命 而出的孽障病 而另一種是什麼 另一種就是 冤親債主病 記住 兩個不相衝的 兩個可以同時存在 什麼叫冤親債主病 這個就糟糕了 這個就是 醫生未必看到 醫生可能說你沒事 他覺得你瘋的 為什麼你經常覺得自己有事 但其實你沒事 但你自己明明覺得自己有事 就是那些所謂的 無形的生命 你喜歡說鬼也好 什麼都不管 總之是無形的生命 他在干擾你 他附體也好 或者他搞你 例如你落降頭那些 有很多其實都是借助這種 就是說你生生世世過去 害過的生命 他叫他出來 喂 你是不是對他有仇 OK 好 你是不是想尋仇 沒有問題 我幫你 你幫我 OK 他就找一些你的冤親債主 去攻擊你 有一種降頭是這樣的 OK 有一種就是 那滿處小鬼降頭是什麼 他夠鐘他來找你 你約的時候他來找你 趁你病拿你的名 就是在你約的時候 他就來 他負在你身上也好 或者他一樣不斷地攪著你 OK 令到你很不舒服 那麼這一種就要靠什麼 就是要靠 跟他解冤色傑 簡單來說就是講嫂 簡單來說就是講嫂 對不起 我以前不適合 我害了你 我錯 我真的很對不起 我以前不適性 求你原諒我 我現在唸三百步地藏經 回向給你 我希望你可以原諒我 OK 他可以制 他可以不制 但是 你要知道 可能 影響著你的 有百多二百條生命 不要覺得很多 不出奇 每個人都跟著一抽 傳說中 OK 但是 有一些可能 他呆黑 我一定不放過你 我要你死為止 於於於相佈何事了呢 師主 但他不聽 他就是要整死你為止 但是 個別呆黑 可能有十個八個 但是 可能背後有一抽 看見你每天唸經給他 做善事回向給他 他感動他走 你明白嗎 他覺得算了 人遂無過 他就走了 OK 所以 佛教徒每天唸經有人問 唸經是一種很消極的方法 其實不明白的人覺得很消極 如果你明白你做了什麼的人 你未必那麼消極 因為你唸經 其實你是在改變自己的命運 你正在燒業 你正在積福 在同時 你可以回向給自己最弱的那一份 你也可以回向給 在同時 回向給你的冤親債主 希望得到他的謠書 希望他能夠放過你 或者放過你愛的人 例如我爸爸過世之前 我給了一本英文的地藏經給他唸 因為我爸爸的病 困了他很多年 當然 我沒有能力 我沒有神通 看到他是冤親債主前身 還是他是業障病 但我被我爸爸唸到哭 我爸爸覺得很感動 地藏經的確是一本很令人感動的一部經 有機會我們都可以說一下地藏經 真的要很大心想聽佛談的人 才會有興趣聽 否則可能會覺得悶到抽筋 我初時也有懷疑過我爸爸是否真的有念 但在他後來進了醫院的時候 我過去他家裡 我看到他用那些靈魂夾著 他是掀到那些旁邊黃色和霉色的 還有我爸爸的太太跟我說 他真的有每天念 所以後來他的走是沒有什麼痛苦 當然我到現在都接受不了他真的走了 但是他不是病了很長時間 而且是很不清醒地走 到最後他也是很清醒 而且他痛苦的時間很短 這件事是一種善忠 當然作為子女就會說 子慾養而親不在 趁父母還在的時候 要盡量對自己的父母好 因為你無論做多少 你都會後悔自己做得不夠多 OK 講到這裡了 因為我已經講不下去了 都差不多夠時間了 OK 我們下一集的如是岳文 就是次官加文老師 因為我和次官是會梅花間粟這樣做的 我會講主要是佛教、術素 大家就因應自己想聽 如果有時間的、喜歡的 多些支持、多些聽 多些分享、多些留言 讓我們知道你們想聽什麼 因為現在是佛教所說的末法時代 不像以前那樣 大家覺得佛教是很HIP 很型的東西 大家覺得很迂腐、很老套 但其實他不迂腐、不老套 而且有很多很好的東西 我想盡量可以告訴大家 讓大家了解多些 我不是想把你們全變成佛教徒 我沒有這個能力 大家只不過是當知多一點東西 明白多一點東西 下一個節目就是星期二 星期二的論盡晚丁哥 Gordon Poon就會有個嘉賓 我不知道是誰 星期三的決戰中環 就會是11點 我們有個很重磅的嘉賓 大家一定要聽 星期三 星期二是11點半 星期三是11點 特別安排 就踴躍留言 多謝大家 謝謝金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